歡迎收看哈新聞 我是花花 很多在舞台上功成名就的大明星 其實他們都曾經走過不為人知的荒唐過去 聖美姊歌神張學友真的是魅力無法擋 前一陣子他不是有開巡迴的演唱會嗎 整整18個月就唱了146場 等於平均一個月就至少要唱8場 以華人的這個明星歌星來講他是第一人的 這是破世界紀錄了 是啊 我們對張學友的認識也都在他的歌聲對不對 歌神 他是很好聽很會唱 但是他有很多的紀錄 我相信以後的這些歌手也都沒有辦法打破 真的嗎 為什麼呢 最近他才開 就是等於說他的這個巡迴演唱才結束 大家又聽到他的聲音 那其實四大天王大家都很熟悉了啦 是是是 對 這四個人各有所長 各有不同的作品 各有出色的一些表現 但張學友很特別 我個人覺得啦 怎麼樣 他在唱片方面的這些成績呢 是的確其他的人沒有辦法超越 所以他四個人裡面他是最會唱的 對 他有幾個紀錄 包括你看 1990到1995 等於是1990這個年代 等於是 我們通常都是跨前後十年 對 這個年代出唱片的 誰最厲害 因為早期張學友待過這個環球唱片嘛 那環球唱片是全世界的一家唱片公司 他們美國總公司做了一個統計 統計就是說這個唱片銷售量全世界 我現在跟各位講的不是華人 是全世界 第一名呢是Michael Jackson 的確他的這個紀錄很驚人 真的沒辦法達到 第二名張學友 真的還假的 真的 因為唱片銷售是很扎實的紀錄的 那很厲害耶 你猜第三名是誰 誰 瑪丹娜 他竟然贏瑪丹娜 當然 當年在整個亞洲 我的天啊 他竟然有太厲害了耶 華人之光 真的耶 真的 我們開始聽的時候是1994的吻別 可是那個之前1984 他就已經參加歌唱比賽 開始出唱片了 所以他的紀錄是很難能夠打破 在華人歌手裡面 我們剛剛講了 他超過瑪丹娜對不對 他還有一個金石世界紀錄 什麼什麼 他到今天為止 應該是說到2000年喔 所以照理說2013 現在還有一段距離嘛 光是2000年 他的唱片銷售全世界是6000萬張 真的還假的 怎麼可能 那麼多 而且過去我們會有很多的這種紀錄 比方說 我們會有一個所謂的百大名人堂 有 或者全亞洲影響力最厲害的前10名 前100名 前50名 對不對 張學友都排名前50 哇塞 厲害吧 很厲害耶 你可能會覺得他就是歌聲很好聽 沒有喔 贏馬丹娜耶 是 太不得了了 所以最近他這個循環演唱 大家才會覺得 哇 鄭美一姐 你剛剛講說在這麼輝煌成績的背後 沒想到他後來居然迷上賭博 酗酒 甚至在香港的街頭被砸蛋糕 我想每一個人 尤其是歌手 他們會進入演藝圈 大部分都是歌唱比賽 1984年張學友大概就有20出頭 其實張學友過去待過什麼貿易公司 真的 這個航空公司 他做過一般的職業 他是在朋友的慫恿之下 所以每一個人進入演藝圈都差不多啦 都是陪朋友去面試之類的 都是這樣 然後朋友沒上然後都是他上 對 就覺得這個人的歌聲呢 太厲害了 他的 一般來說啦 很多老師是講說 厲害的歌手 他的歌聲辨識度很高 什麼叫辨識度 你不要去看這個人 一聽就知道張學友 對 他的聲音是這樣 辨識度很高 而且很難模仿 那保麗金當時簽了他 他的第一張唱片呢 叫Smile Smile 30萬張 馬上就賣了30萬張 當時很厲害 30萬張很了不起 他就23歲喔 1984年 好 那那一年呢 因為這個歌手的形象太好 健康 而且看起來很陽光 他的歌聲又很好聽 那當時呢 他跟另外一個歌手 大家應該也記憶猶新 就是呂芳 他們曾經在紅館 就開了好多場的演唱會 是喔 20出頭 你還不到25歲 你已經可以在香港的紅館 一口氣就是6場 他們叫86雙心演唱會 天啊 這個早年太多的紀錄了啦 你一聽都會覺得 哇 你看 花花在說 天啊 而且才這麼年輕耶 對不對 好 現在問題來了 因為你這麼年輕 而且你平步清雲 他沒有遭遇到什麼挫折啊 太順太順 我去比賽 我就被保利金簽了 保利金可是非常大一家唱片公司 然後我一發唱片 30萬張 50萬張 100萬張 我紅得不得了 而且大大小小 在香港他們有一個氛圍 歌手只要出唱片 你那一年的年底的歌唱的大獎 一定都是你 任何人都是 那是指標 所以白金唱片拿多少 張學友是一張唱片就六百金 天啊 最佳男歌手最佳專輯獎都是他 好 你覺得人站在這種浪頭上 會不會跌下來 會 因為第二年 我剛才講了 香港是一個競爭非常激烈的 一個等於是娛樂圈 所以當張學友站上去之後 第二年有其他的歌手陸續站上來 而且張學友比較特別 你們有沒有發現 他不是走男偶像歌手的路線 不是 他這不是花美男 你們有沒有發現 你看如果他跟劉德華 劉德華我認為唱腔各方面 沒有辦法跟張學友比 可是劉德華的帥氣 真的啦 劉德華就很帥啊 後面幾個都是 那郭富城更不要講了 這都是偶像歌手 所以難免 有時候長江後浪推前浪 很多的人會開始崛起 對張學友來說 就是不可承受之重了 因為他只有二十幾歲 他一下子就站上了紅館 那我接下來要幹嘛 我不知道了 所以1984 1985 1986 他出了唱片 然後很成功之後 1988 他就開始下來了 完蛋了 走下坡了 有一年 他發了那張專輯 那張專輯 到現在已經沒有人記得 是因為只有幾千張的銷售量 所以呢 你會覺得爆起跟爆落嗎 你會這樣子 之前三十萬張 然後現在變幾千張 那誰可以接送呢 還有一個更殘酷的問題 我發了專輯 幾千張就算了 我摸摸鼻子 那一年我就認了 對不對 不是 到年底 香港我剛剛講 不是有幾個歌唱大獎 就有頒獎給你不是嗎 你只要有發就有頒獎給你不是嗎 每個人都認為說 張學友一向都是這些歌唱大獎的常勝軍 那一年他去了 一個獎都沒得到 怎麼辦 你這年的表現就是這麼現實嗎 第一他覺得真的很丟臉 很沒面子 第二我真的不知道我該怎麼辦 所以那一年呢 張學友常常出現在什麼地方 在哪裡 蘭桂坊 喝酒嗎 開始酗酒 你知道人生的故事喔 每個人都大同小異 當你心裡有挫折 當你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很多人就借助酒精 藥物 是啊 來麻痹自己 因為他沒有出口了 他還很年輕 好 他在蘭桂坊 因為我們都知道香港很小 蘭桂坊就這麼一條路 就那麼一條街嘛對不對 他晚上去蘭桂坊 流連在這所有的這個酒吧 就開始狂喝 而且我剛剛講 他不是去紓壓 他是去酗酒 所以就開始狂喝 每一次都喝醉 發洩 喝到醉 然後從蘭桂坊這些酒吧出來的時候 因為他有一個斜坡嘛 他經常就在那個酒吧門口 跟其他的人起衝突 是因為大家都認得這個 這個人是張學友 因為怎麼喝成醬 或人家會講個幾句 張學友其實很火爆 他會跟這些人打架 真的喔 一打架新聞就上了爆 一上了爆 他又更加酗酒 拜託我只是喝個酒 憑什麼他們要這樣對待我 你們幹嘛拍我 你們幹嘛要邪我啊 煩啊 這就變成一種惡性循環 大家就會覺得 你張學友有什麼了不起啊 很多的藝人不都是這樣嗎 你一聽到說 誰誰誰 你有什麼了不起 你更生氣 我就是很了不起 怎麼樣 好 蘭桂坊這個事件呢 被香港的媒體大作特作 就說張學友在蘭桂坊打人 好 張學友覺得說 無所謂的啦 我豁出去啦 怎麼樣 他照樣酗酒 真的喔 他完全豁出去了喔 對 後來還發生了幾次的事件 是那個時候 各位記不記得 我們另外有一個天后 梅艷芳 哇 我講到這些人的名字 大家會記起香港的娛樂圈 尤其是唱片圈 對那個黃金年代 對不對 對那個時候 真的梅艷芳那個歌對不對 很棒的 梅艷芳過生日 大家都會來嘛 那是不是就會有這種派對很開心啊 但是我們剛剛提到 因為那段時間的張學友形象比較差 他有酒鬼這樣的形象 那他去參加這樣一個派對的時候呢 因為所有去參加派對一定喝的很多嘛 對對對 這個生日蛋糕拿出來了 我們要關燈啊 快樂歌啦 之類的 好 偏偏這當中呢 應該是有人喝醉了 就把這個蛋糕拿起來 就砸向了梅艷芳的朋友 然後他的朋友被砸的時候 當然很生氣啊 誰 誰砸我啊 對不對 每一個人都指指張學友說 他啦 他弄的 真的喔 可是你知道張學友覺得太過分了 我啊 怎麼會是我 第一根本就不是我嘛 第二 其實去砸梅艷芳朋友的 就是去砸的人呢 其他手上都還拿著蛋糕 就還有蛋糕的屑屑 擺明了大家都認為說 不可能啊 就是你啦 也就是說 大家心目中認定的張學友 就跟酒鬼是一樣的 他還壞到什麼地步 他走在路上 那段時間 有媽媽帶著小朋友 還有媽媽跟小朋友說 不要接近那個人喔 那個人是壞人 他還有那種 就是人家已經覺得他形象壞到 被人家砸蛋糕 好可憐喔 很可怕對不對 對啊 他都沒有被 就是他都沒有去丟人家蛋糕 人家丟他蛋糕 那就表示說 你知道有時候公眾人物 有一種氛圍 我剛剛講的就是 他曾經是一個香港歌迷們認為的好青年 陽光然後正派的形象 跟旅方可以一起開這麼多場的演唱會 可是當他開始酗酒 當他開始走不出去的時候 他走在路上還會被人家丟蛋糕 然後媽媽還會跟小朋友說 那個是個壞人 你不覺得那個形象會落差有多大 好 在這四年當中呢 還發生了事情 還有什麼事情 他去朋友的一個婚禮 你知道人喔 開始恍惚的時候 神智都不清楚了 我不是講他開始酗酒嗎 他基本上清醒的時間 沒有那個酗酒 忙的時間長 所以他有一次呢 到朋友的婚禮上也一樣 大鬧朋友的婚禮 怎麼可以 真是丟臉丟到家了 真的 你是我一個重要的賓客 可是你今天大鬧我的婚禮 還喝酒喝成這樣 各位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在那種婚禮上啊 新娘跟新娘 總是會有一些朋友吐賊的 有 上學友就在那一次的婚禮上 讓他的朋友完全顏面盡失 可是他因為他喝忙了 他也不知道 也不記得 所以被抬回家之後呢 一直到第二天 朋友跟他講說 你知道你當天發生了什麼事的時候 傻眼 不是 他 完全記不得 第一 他簡直就是 你知道心都涼了 因為其實呢 一直常常喝醉酒的人 酗酒的人 你覺得他完全不記得嗎 我覺得他是有點清醒的狀態 他在發洩 或者是他在逃避 也有可能 對 我覺得 只是他沒有想到的說 他已經弄到眾叛清理 他弄到朋友都不想再跟他做朋友 而且朋友打電話是跟他講說 我以後真的不想再看到你 那我們也不必做朋友 那這個話還蠻重的耶 這個話 他會覺得說 我的婚禮一輩子就這麼一次 你就一定要這樣嗎 你就一定要搞砸我的婚禮嗎 你的人生有重要過 就要在我的婚禮上變成這樣嗎 那所以其實當時張學友很痛心 是覺得說 我怎麼會變成這樣 我今天開始反省了 我是怎麼了 對我是怎麼了 在梅姑島上也做這件事情 在蘭桂坊喝酒弄成那樣 在朋友婚禮上也這樣 那是 我是怎麼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朋友 真的是狠狠地把他打醒了 他終於知道他真的要振作 要不然他的人生只會往下成論 他不會往上走了 只是我們很難想像就是說 歌神是一個非常洁身自愛的藝人 他也有這一段荒唐的歲月 已經很不容易了 對 後來他就跑去戒酒了 那戒酒之後好不容易 他的演藝事業有點起色 但沒想到也因為他哥哥的一些賭災 讓他真的喘不過氣來 對 其實講到這一段 我覺得還蠻感傷的 張學友有一哥哥叫張學劇 然後如果說觀眾朋友 你們有去Google他們的照片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張學友的哥哥跟張學友幾乎長得一模一樣 是喔 麥大哥是長得一模一樣嗎 對 全部一模一樣 可能是歌聲不同啦 我再猜 也是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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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講這個哥哥的問題是在於 你去幾乎